母親節要送花 大學畢業要拿束花 情人節要送花 結婚當然要拋花 人生去到任何階段 都會用花去提升場面氣氛 既然花對我們這麼重要 又經常出現在我們人生的重要階段 不知道你每次拿束花的時候 又有沒有細心看它呢? 又或者真的欣賞一下它 有沒有都好啦 想了解多點花 由這一刻開始學看花 其實都不遲的 哈囉,我是K 今天我就要做一個釋花之人 和大家一起去賞花 但是賞花之前 都要留意一些主要的事項 首先,眼看守蜜洞 要珍惜些植物 就不要亂摘它們 如果見到蜜蜂 就不要騷擾它們 要避免被昆蟲纏擾 就不要噴香水 以及不要帶甜的食物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一起走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色紅春天 香港的花都開得特別燦爛 但是有一種鮮紅色的花 開得特別搶壓 而且周圍都見到 大家又猜不覺得是甚麼花呢? 沒錯,就是杜鵑花了 杜鵑以當年生的灌木為主 比較少是橋木 生長雜性分支比較多 花會由樹頂開始生起 成為一個漏斗狀 它比較喜歡溫暖、濕潤 和空氣比較涼快的環境 土壤要肥沃偏酸性 會在春天或夏天開花 不過香港比較常見的杜鵑 都是春天開的 香港杜鵑的品種有很多種 不只是紅色這種紅杜鵑 在香港不少的公園 我們都會發現另一種品種 叫做毛杜鵑 毛杜鵑最常見的顏色 就有白色、紫色和粉紅色 它的花朵是由五塊花瓣合併成為漏斗型 五塊的花瓣裡其中一塊 就有獨特的斑紋 這些斑紋就叫做墨子鵑 可以吸引昆蟲去到花瓣裡採物 粉紅色的毛杜鵑 就比較容易見到這些墨子鵑 但就算是白色的毛杜鵑也有 它的墨子鵑還很特別 是綠色的 大家只要細心看到都會見到 看完這麼漂亮的毛杜鵑 除了一定要打卡之外 還可以拍這片紅杜鵑 紅杜鵑的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一開花就一大片 好像森林大火一樣 所以有影山紅這個名字 一片火紅色 影山紅就是形容整片山都是紅色的狀態 如果它還在湖泊的附近 透過湖水反映它搶眼的鮮紅色 就更加有意境更加迷人 接著我就要講一下 欣賞杜鵑花的時候要注意的事項 看花要看整體的外型 是不是對稱 枝葉要茂密 花要從樹頂開始連貫開 花的顏色要光澤 鮮艷搶眼 如果葉是健康會是深綠色 注意杜鵑花的花期是2月至4月 記得看花要留意花期 來吧 看完這麼漂亮的杜鵑花 接著我就帶大家去看看 一些嬌小迷人的品種 接著我來吧 我講的就是以下這兩種菊花 首先要介紹的就是秋櫻 它曾經是花位展覽裡的主題花 它屬於頭葬花醉 由外圍的舌葬花 和中間的管葬花組合而成 它的顏色很多樣化 有白色 紫色 和粉紅色 而葉就是裂葉 看上去就像芫荽一樣 而這一款就是松果菊 它和秋櫻一樣都是菊科 看上去就像太陽一樣 顏色就比較鮮艷 最主要都是由紅色 黃色和橙色為主 現在在香港 都可以看到新肌內芽鳳 讓我帶你們去看看 新肌內芽鳳仙的花期很長 由十一月至五月都會看到 而且它的花開得特別大 最主要就是由紅色 公粉色 和紫色為主 它最特別的地方 是其中一片花額下面 會延伸出一條鳳尾 看上去就像一隻紫妖一樣 感覺很可愛又很優雅 這一種花就叫做釣鐘花 它的顏色就是粉紅色 帶一些白色 而花的外層就又好像一層納 會反光 花的花瓣就向外伸展 是很少見的 這一本的釣芙蓉 原產地就是非洲的馬達加斯加 你看它的葉多大 就像一個手掌那麼大 一開就形成一大朵花球 它的花開得又大又密 花瓣就粉紅色 花蕊就白色 還有一整呎長的花筋 全部碎下來的形態 感覺很優美 來吧來吧跟我來這邊 看花都可以感受到南美風情 沒錯 我正在說這破霸西爺馬丹 來自南美洲的它 開花又開得很熱情 它的花還開得很大 它的花絲好像白爪魚 用來吸引昆蟲傳播花粉 除了花期夠長 幾乎整年都看到 如果想見到它最燦爛的一面 最好就是春天過來看 這一款就是天竹葵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它的葉比較大 看上去就像一把葵線一樣 而且還有一個缺口位 而它的顏色就以粉紅色 紅色 橙紅色為主 一路過來這邊 就是這棵開滿花的繡球樹 它是來自南美洲 葉就是羽狀腹葉 生長的時候 亂葉不是橙開 反而是垂下來 葉的顏色紅啡膠摺 很有層次的變化 花很大 一朵朵鮮橙紅色的繡球 向下垂 好有美感 今天為大家介紹了這麼多花 希望都可以引起大家對上花的興趣